三宝章 当我们能够真正的 让这个道心发挥作用 他就会讲到什么 在三宝章提到 你信德里面所具备的一些善良的作用 所谓的寒藏的万上美德 在不知不觉当中 他就行之以外了 这些都是在一切 人没有注意的地方 我去用功了 修到要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 去琢磨 去用心 别人不注意自己的心念 你要特别注意 当你在修你自己的时候 别人不知道你的火候有多少 等有一天你倒成天上 他们恍然大悟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 要能够耐得住寂寞 那个时候是取高和寡 那个是高处不胜寒 但是请不要忘记 那些都是短暂的 那个是一个过程 那个不是结局 这些历来的古今中外的圣贤先活 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都曾经取高和寡 被别人给毁谤 道高傍来嘛 对不对 都曾经在弘扬意义的时候 不被别人所接受 不被别人所接受 可是都因为一个无我的心态 他处之泰然 不因为外面逆境的一个考验 他的道心有所减缩 他坚持道底的结果就是 现在天下家家观音嘛 互互弥陀 你修行就是不要着眼在异习 所以他就讲经文 他说天下皆为我道大 是不孝 是不孝 这是有人跟老子讲 你讲这个道很好很好 但是又没有形象 又没有名字 又不能在某一个特定的物品上面 就把这个道的全貌给彰显出来了 是不孝 是不孝就是 宇宙有这么多 零零种种动植匪浅 没有遗物 是能够把这个道 切切实实 完全含瓜在里面 你认为我们行孝道 那是晚辈对长辈 可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当他换了一个位置的时候 他也能够行辞道 把他为人父 为人母的责任 他勇于承担起 他做长辈做晚辈 位置是贫富贵贱 他都能够适时发挥自信里面的得用 请问你 请问我们说富贵不交啊 贫贱的时候不气馁 那不交以后呢 你有没有积极的去发扬性格 不气馁以后 有没有在历尽的一个磨练之下 让德性日益的增广 后知我们的德 后知我们的德 有没有去做 所以透过天下万事万会的表现 天道的一个四季的一个轮转 日月的一个代替 地道的一个薄厚成长 都彰显一个没有分别的平等性 圣人不弃人 就是从天道地道里面看出来的 好坏都是雨入惊瞻 所以他不是你看一个地方就学会 我们为什么要博学 博学是为了广之啊 广之以后要让自己所明白的东西 确确实实符合圣人的一个需求 所以你一定要审问 友谊必问 不要在家里闭门造居 胡人吞藻 最后已盲倒盲 所以三宝章里面就谈到了 一个有玄德的人 他的德跟道合跟道天合 那一般人不了解 天道地道到底在表述什么东西 因为无形无相 他才讲你讲这么多道有多好多好 但是你又不能够拿出一个具体的东西 告诉我们这个就是道 这个就是道 但是这只是道用的其中一环 各位前贤 无情的叫法性 没有离开道 有情的叫佛性 就能够透过自己的四肢百害 很具体的把信在人在的那种特征表现出来 可是这样的一些的器物 它也是来自于道的创生 所以我们不可以滥用 我们要物尽其用 佛规才有一条叫做爱惜公物 然后在我们修行的过程里面 才告诉我们 同志讲 要进物之性 进物之性就是把这个东西的功能 发挥到极致 所以佛堂里面 当我们觉得一件公物不堪使用的时候 也不是你自己自作主张 我就可以把它丢掉 你一定要做一个禀报 而且你确实知道这个东西不堪使用了 那么你就要把它给作废 免得形成危险 比如我们这些椅子 它有使用的时间 如果真的已经无法去修复 你当机立断还是要丢 但是丢的时候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要丢的 以佛台来讲 你要跟美助姐讲 美助姐就要跟点传师报告 因为点传师没有祝堂 可是这些讯息他都要知道 这个叫做手续必轻 所以福为大故事不孝 就是因为这个道 弥罗天地 万物都是由道而生的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所以万物的身上 都有道的得用 遍布于切处 你就不能够举某一样东西 代表道的一个全体 这个叫做故事不孝 若孝久以其系也复 假如这个道 真的在人世间 它有一个相貌 有一个形状 有相貌 有形状 它就有占据的时间跟空间性 注意到没有 它的用就不能够遍布一切了 不能遍布一切 怎么可以讲 放而接什么 弥漫六合 用之广 弥漫六合 就是因为 无有一物向道 但是物物不离开道 才显出道的一个奥妙 一个无穷 如果是一物呢 它就不值得什么 不值得我们去赞叹 它也不可以称之为道之傲 它的难懂 就是在于 它离心离相 所以修道 只能够心领神会 我们修道什么层次 你是要往里面看的 你不要看我有多少的亮度 你要看我还有多少的染污啊 有一天有没有 在里面再也看不到一些的 出过了 再接着进入戏货 在念头上面 有没有把它净化掉 所以我有三宝 十二宝治 圣人讲 跟道合以后 还要须于不离道 你看我们求道以后 十条大院讲 诚心保守 你不是我今天求完道了 明天就把它弃之于必喜了 百年之后 架克西规 再拿三宝来对号啊 那这样子 一贯道没有尊规的 一贯道的尊规 就在于给我们三宝 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用它做自己锻炼身心的一个工具 那你怎么锻炼呢 他就讲嘛 一约慈 二约减 三约 不敢为天下千 什么叫做慈 慈就是慈悲 慈悲就是有爱人之心 有习物之心 佛陀讲嘛 人世间如果还有一个人 沉沦在生死苦海当中 他事作是他自己的沉沦 他事作是自己的修行 不到位我的责任未了 所以圣人之所以不断的来到人世间 勇于度众 就是这一份大爱的心 让他那一种度众的愿力 源源不绝的延续下来 最明显的代表地藏古佛的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那个愿打 二约减 减是什么东西 减就是我有 但是我不敢滥用 我有什么 在物质上面我们有金钱 但是我不要认为 它是我所有 所以我就可以挥霍无度 这叫我们要寡欲 要从奢入减 这是减德 另外一点 我们的精气神 生来是具足的 你看那个小孩子 我们在前面的经文讲 他的手如果要握成拳头 你是扒不开的 你把他的小手指扒开 等你要去扒他的中指的时候 他后面又合起来 你不要想透过我们的蛮力 把他一个手掌整个剥开 他代表什么 小孩子无私无意 所以精气饱足 而我大人有没有 吃得好用得好 也懂得养生之道 却往往不堪一击 人家一推你就倒了 所有吃的吃到哪里去了 就被我们的胡思妄想 胡作非为给消耗掉 所以这个减德 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爱惜自己的精气神 不但要寡欲 寡欲是对外 对内是爱惜自己的精气神 这是从个人讲 那你如果落在一国的领导者 一个团体的上位者呢 你要懂得爱惜一个佛堂的东西 爱惜公务 每一分钱要花在最适当的地方 上物下用 这个都叫做浪费 建大殿的气 这个所谓的材质要比较好的 建厕所的会比较 不要用那么豪华 那么如果你把它错用了呢 这个都叫做浪费 所以减有减精气神 不胡思乱想 还有要爱惜公务 第三个不敢为天下先 他又回到了 那个无我之德 不与人争 你要做百姓的前面 你所考量的只有百姓 同我们自己身上 去视线一个不争 减让的风气 谦让的风气 去带动别人 也跟着我们去学习 早期不是有提过 大顺捕鱼吗 他站在最好的位置 有老人来 他把那个最好的位置 让给老人 一直这样一直这样 让到最后自己站在一个 几几乎没有鱼的地方 因为他看了太多的年轻人 屏障着自己的体力 把最好的地理位置占到了 每次捕了一锣筐的鱼 可是老人没有办法跟人家争啊 来的时间比较晚 所以大顺带动这个风气 没有经过多久 别人也跟着他学 让老人都能够站在最有力的位置上面 满足他一天的生活之所需 所以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每一个人都善良的 之所以不善良 是因为我们在后天的息染当中 从家庭的教育 学校的教育 社会的风气 让我们变成唯我独尊 开幕所见 都是看到 我从这件事情上面 我能够得到多少的益处 都看自己能不能受益 而决定我要不要有行动 所以佛慈固能有 一个有慈爱之心的人 圣人有大爱 所以一个人沉沦 他就认为责任不了 他一定要不断的倒装降世来度众 因为一个人慈爱 他无我 所以忍者无敌 他不与人争利 百姓也不会与他无敌 如果我们有我相 有我相就有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相相都给我们相对而立 于是我们就有寸步为奸的那种 痛苦跟感慨 所以只有慈爱之心 勇是什么 勇就是智人勇 三达德的勇德 那我们做任何事情呢 我们才能够坚持到底 不会因为外境些微的挫折 我们的道心有动摇 所以佛陀勇于度众 在于他对于众生 有一个超乎我们想象外的悲天 敏人的心在里面 简固能广 从物质上讲 如果我们爱惜财物 量入为初 那么广就是 你在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没有匮乏的感觉 我们如果不能开源 我们最起码节流嘛 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懂得爱惜自己的精气神 比如说 我们作息时间很稳固 比如说 我们不需耗自己的精力 在无意义的事情上面 你的身体自然就健康啊 所以这个简德前面有说嘛 一个财物的用 然后一个个人的精气神的 一个收敛 不动忘心 那个广就是有庙 你就源源不绝嘛 同样做老人 有没有看过我们道场 有一些老人 那个年纪很大 体力很好啊 今天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统员的那一位昆道 你看我一下子 好久没接触了 阿兵姬阳 他80了 他在厨房里面 进进处处帮我们做 我80我做不来了 我不要说80 我现在你让我在那边 一直弯着腰啊 洗菜啊 洗碗的 这个脊椎就受不了 为什么 年轻的时候 不爱惜自己 以前看电视 一看十几个小时 弃而不舍 追剧 不是追圣人的道理 以前消耗的 年轻不感觉 到老就知道 问题出来 那人家没有 人家充其量 有没有 就是在外面 做一些小生意啊 赚取一些 微薄的金钱 维持自己的生活 他的头脑 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他到老 有没有 没有刻意的保养 他好像 还有很多的体力 可以汇耗 这个叫做 简 固能 广 然后不敢为天下 闲 懂得谦让之德 固能成气 长 这个气 就是万民 长就是长官 你就可以做一个 团体的领导者 这是谈 圣人的身上 他与道和 他就有这三种的 一个德用 因为有这三种的德用 不知不觉的行诸以外 就能够感动周遭的人 拥戴他 乐推而不厌 希望把他推到最高的位置上面 来领导我们 他本来没有要求人绝 人绝反而到了 那反过来呢 是当时讲春秋战国那个时代 舍其词且勇 我没有慈爱之心 我就一昧的有妙 今就是指现在 或者你讲假如 现在是当时春秋战国的乱象 假如的意思也就是说 你舍掉词 你没有那个大爱 而只是一昧的想要去追求自己的一个享受的时候 舍此且勇 那个勇的利基点 叫做匹夫之勇 血气之勇 你就会与人去争斗 人语不是讲吗 戒之在斗 年轻气盛戒之在斗 那所有的争斗都是谋一己的私利 所以那个没有慈爱 你没有慈爱 你想开疆辟土 那也不是又 不就考量自己的私利吗 舍其简且广 你不懂得简约 截留 只是一昧的挥霍 然后不足了 就想要从外面搜刮 那你在施政的过程里面 一定会忽略了百姓的需求 那就讲我们今天的持家之道 先生在外面工作很辛苦 那每一个人赚的金钱不一样 我们都想要做一个人上文 我们有太多的物质需求 想要满足自己的贪心 如果我们不去考量 我们先生在外面奔波的那个辛苦 各位前贤 舍其简而广 你就会一昧的要求先生 家里家用不足 就是你不够认真 你赚得少 害我今天 才要过得这么捉襟见处啊 从一个家庭看不也是如此吗 那做子女的 如果不考量父母的一个心情 只想跟着世俗的人 满足他一切的物欲 最后得不到满足 那些是父是母的人 不也是来自于这样子吗 所以讲简德是先节约 我不能开源 我最起码节流 也会让我目前所用的东西 可以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那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什么 舍其后而先 我样样事事 有好处的时候 我要争先恐后的去拥有 我不甘于落于人后 怕拿得比别人少 在在处处 都想与人去争抢 你最后一定得到别人的一个厌恶啊 我有的时候在一些的电视节目 最容易看到 那个人性的卑劣 你看有一些祭祀活动 抢一堆东西回去 我不知道那是风气使然还是怎样 你看那个 那个大人的那种贪婪的样子 也不管这一桌里面的东西 自己要不要 一上去 整个就把那个大袋子打开 就把他一扫碰 也不是只有台湾啊 我看过国外的一些拍卖的节目 他们有问到他们 你们在选这些东西要吗 没有我们先抢 先抢完有没有 再一个一个的 看哪个我需要 不需要我再丢出去 这个我曾经在我们新泰路 有一家的面包店 它的隔夜面包打五折 我在不经意里面发现了 以前都是晚上九点多呢 还是原价 后来有一次发现 白天怎么很多人在那边等八点开门 原来他如果今天没卖掉 明天早上打对诊 我就开始去排队 那东西贵 我就看到那个让我瞠目结舌的人 因为我骑着摩托车孩子一上学 我就在那边去排队 你排的时候你站在地位 可是当那个铁门一开你就看 那个铁门开三十公分 有人就已经弯下腰要爬进去了 然后一进去有没有 也不管他要不要 很多东西就一盘一盘端在自己 这个我要你不能拿 我看了两三次以后我就不排队 因为我做不来那种贪婪的样子 可是如果我每一次去那么早 我又不能与人争 那我何必要去呢 后来我就不去了 贵我就少吃嘛 或者不吃啊 所以你看看一个东西哦 这么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东西 当我想要得到的时候 都完全无故于别人的存在 你很容易看出人的贪婪 所以你的周渣如果有这样的朋友 你乐于跟他相处嘛 也不愿意嘛 所以这三点就是有道的人 有道的人就能有没有 慈且勇 俭且广 不敢为天下仙 那无道的人呢 成血迹之勇 不肯节约 只想往外面拓展自己的什么 财富 就处处与人争了 那最后的结果呢 如果不辞不减 你还要与人争 你如果是一个团体的领导者 早早晚晚 这个团体会分崩离析啊 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早早晚晚 你会被百姓给唾弃啊 答案就这么简单 如果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 我们是用这么一个贪婪的态度 在处理自己的生活 早早晚晚 你的配偶会跟你什么 所谓的同床异梦啊 这都跟生活有关系的 所以 福祉以战则胜 在日常生活里面 要能够做到这三点 可能还不是很困难 但是在战争的时候 不都是要尊先抢后 所谓的治敌基先吗 那还要能够做到这三点 就不容易了 那慈简不敢为天下先 三者里面一样重要 可是哪一个最重要 慈 慈就是爱 如果有悲悯之心 自然不敢去搜刮别人的钱财 自然不敢去跟别人 争先恐后的去夺利 尤其在战争的这个过程里面 那个将军啊 春秋战国 称那个领导的元帅 好像叫做上将军吧 我是看电视节目啊 我们讲以前叫做元帅啊 现在叫什么三军统帅是不是 我搞不清楚了 因为三军统帅是总统 比如说国防部长啊 发动一个战争啊 或者抵御外务啊 要有慈性 把慈用在战争里面 天助人奏者 以慈是什么 慈以战者 在战争里面最容易看到成效 什么意思 在战争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 上位的领导者有慈心 他不会主动发动战争 他是站在一个保卫我的疆土 保卫我的黎民百姓的生活上 你要来侵略我的时候 我要保护我的子民 主动发动战争 是上位者考量自己 要扬名立万 扩展自己的疆域 就无故百姓的一个死活 那可见有慈心的人 是比较符合天心的 天有好生之德 天无他用 就是唯以生物为什么 为自己的最大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在战争这么残酷的事情上面 如果还有慈心 有慈心就是不主动去什么 去侵略他国 然后我们在面对别人投降的时候 或者我们这个战争赢了 你不会有那种欢喜之心 因为不论是我们赢了 我们的这方也会要损失一些性命啊 也会有一些的家庭是什么 家破人亡 你赢了对方 对方失败了 家破人亡 难道自己出兵就没有吗 所以一旦赢的时候 你没有那种欢喜之心啊 你不得以为之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戏剧节目 演那个诸葛亮 七情梦获 他后来用了一些比较激烈的手段的时候 诸葛亮也讲 这些有为天心啊 有失人和啊 我是为了北伐成功不得以用之啊 但是天一定会降灾给我 他自己就知道 他的那种策略会让他赢 但是会让很多的生命 就就此就断送掉了 他都自知自知 那相较于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 人家都投降了 你给人家承诺了 那那个承诺只是骗取你们脚械 因为你没有假咒防身 你没有武器跟我抵抗 我杀你就一如反掌 你就知道秦国的开疆辟土 就注定了他的国作不延长 我们读孟子可以看到周文王 周武王伐咒 他有滥杀无辜吗 他没有 他就是以池 把池用到什么 用到那个战场上 他的目的只是要解百姓的水深火热 不要让他们痛苦 他不是为了要让自己 去开创一片的天地啊 所以他的用心 天都看得很清楚啊 所以在战争的时候 杀人众多 以哀气什么 以悲哀之心气之 表示什么 表示我不得不这样做啊 是你主动发动战争 我要保护我的灵敏百姓 如果你站在这个前提之下 你就不会趁胜追逐 就不会想要急于把对方 全体给浇灭 给切灭掉 这一念之词何于天心 这一个有上位的 有慈心的领导者 当他必须要战的时候 把慈心用到战争上面 他与天心合 他一定赢 因为他对百姓 如此的一个照顾 他不得不战 百姓就会为了国家 牺牲自己的生命 那如果这个领导者 用这个慈心 坐在防守 以守则顾 我不侵略别人 别人来侵略我的城市 我要保疆卫国 因为我有慈心 所以天时地利就算不好 得到民心的归象 人和了 那么这个城堡 也能够坚固 不受外敌的一个侵扰 因为百姓 致死 不气冷 都会拥护这个上位者 所以慈用在战争 是最好 而战争最不可能 用慈心的表现 可老子都讲 即便战争的时候 慈心都可以 让我们立于不败 所以我们在读 孟子公孙丑篇里面 孟子怎么说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你建筑的城堡 地方不对 人家义工 我们难守 虽然你的地理位置不对 可是呢 假如百姓拥戴你呢 你还可以平赖着百姓的那种 对你的爱戴之心 让你的诚实 不会那么容易被别人给攻破 那要怎么样能够得到人和呢 他说得道者多住啊 吃道者寡住啊 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的行为 要跟道和啊 你跟道和就是 能够把词且有 简且广 不敢为天下先 你平常在治理百姓的时候 就处处考量百姓的需求 这就是你师道与道嘛 百姓归向我们 那如果不考量百姓呢 没有词 要有 曾血气之勇 没有简要广 要开疆辟土 是百姓的死身于不顾 处处与民争利 那个叫做师道者 师道者就得不到老天的爱护 也得不到民心的归向啊 寡住之志 亲戚叛之啊 一个人自私自利到极点了 连你的血气都要弃你而去 伤咒王 杀比干 比干是他的叔叔 伤咒王也有什么 像维子起啊 是不是 他也有兄弟啊 也曾经劝他要以百姓 为前提 不要这样子的 满足一起的私欲 众情享乐 献百姓于水深火肉当中 那咒不听啊 最后维子起就走了 这个叫做师道者 亲戚叛之啊 多住之志 天下顺之 周五王要去伐咒 劫百姓于水深火肉当中 他不用考虑粮草欠不欠准 凡他行经 军队行经的地方 老百姓都担着食物 做什么 做他的后援 然后当武王的军队行经一些田地的时候 那登众的百姓都没有惊慌失措的表情 看一看 不用害怕 这是武王派的兵啊 他不是要来伤害我们的 他是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解脱的 这个就叫做什么 多住之志天下顺之 你走到哪里 行兵作战 粮草是最重要的 你不用担心 因为百姓乐于作为我们的后面的一个支柱啊 这个就是周朝之所以电力天下八百年的经验 就是出自一个词字 所以以天下之所胜 公亲戚之所判 一个得到明心归向 受百姓拥戴的国君 跟一个众叛亲离的国君 两个人在对战的时候 请问你 那他一个会议 显而易见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君子有不战战必胜 所以一个道德兼备有修的人 他能够用慈心对待灵民百姓 在战场上也以慈去作战 则无不克 无往而不利啊 所以过去有一句话叫做王师无敌 什么叫做王师无敌 有道的人率领的军队 他走到达你 都没有人可以跟他抵抗的 因为明心的一个归向 所以天将就之 以辞为之啊 放在现实生活里面 这句话就是天助自助者 我们面对于自己遇到的困境 我们都懒得去努力 或者我们面对自己的修行 我们都懒于去克制自己的私欲 那你整天求老天帮你 求菩萨捶连 他要帮你 他要捶连 他也要有一个理由啊 也不是他想怎么做 就可以完全造自己的意思 这个叫做天助自助者 所以老天要救助一个人 就看这个人有没有慈心 有没有慈心 就是你懂不懂得爱 懂不懂得爱人啊 有慈心的人 不论自己处在什么样艰难的状况里面 他考量的还是全民的福祉 你看周朝的祖先 以前在做一个小地区的领导者的时候 旁边有一些的蛮敌 常常率着军队去抢夺他们的粮草 不断的进行骚扰 最后他的祖先讲 就跟那些的百姓讲 你们在这边安居乐业 荣敌之所以骚扰 也无非就想要做你们的领导者 那其实谁领导你们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可以安居乐业 所以我就明天我要离开这里 那么就让荣敌来统治你们 说不定他就不会抢夺你们的资财了 那结果呢 他要搬所有老百姓跟他搬 那个地方东西都不要 所以周朝的强盛 我们看到的是文王武王周公之德 但是实际上在他的祖先背的时候 他就已经厚执他的德 这也叫做重积德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现在遇到很多困难 还有我们觉得可能我们的祖先 没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心胸啊 不能够发挥大爱 所以我们子孙心比较辛苦啊 那就从你开始嘛 从你开始展开你家族心的一夜嘛 不要都把自己的不幸都推到 阿公阿嬷失德啊 那就是因为你爸爸妈妈 好过 所以你们今天还有安生立命之战 好多都是自己 不好多都是祖先 所以我们有邻居跟我聊嘛 是不是我公婆啊 我夫家那边施德啊 我家里今天这么不幸啊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的公婆 或许这一生的作为不够好 但是并定也积德 他如果没有积德 怎么生下了几个儿子 都是一万富翁啊 是不是 那为什么到了你们的下一代 有这么多的问题 显而易见就是 那个德在你们身上看不见嘛 你不是面对一个问题 是这样子去找答案吗 他如果缺德 怎么会有你们这些 出人头地的儿子辈啊 那孙子被干他何事啊 顶多他是得不够厚 不能积保佑到第三代 那跟孙子最有关系的 不就是父母吗 所以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 这不也就是推功懒过吗 所以你度别人度不来 你不要怪别人没有祖德 没有根基 你得不厚嘛 所以才不能够去敦化别人 不能影响别人啊 就是把很多 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 去省思自己 而不要那么简单 那么潦草 那么粗暴的 就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别人身上 那个就是原真啊 为什么 真功推过 那个还是真啊 所以老天要一个人 利于不败 他看你的身上 一切的作为 有没有何与天心 你跟诸佛如来 是志同道合的人 您就会像 秋长春秋道长一样 大饿七十饿 小饿无数遍 但是每一次都快要饿死的时候 老天就出手了 所以不要不相信 这些不可思议的一些的事情 看我们那个德 有没有陪到那个地方 让老天对我们垂爱 所以老子讲的这些道理 都很简单啊 这么简单的道理 可是他也跟孔子有一样的感慨 无道圣意知 圣意行啊 可是一般人为什么不知不行呢 有的人是知道 但是他不肯行 有人是不知道 所以不会行 智者过知 愚者不及 所以进入到第六十八章 把那个词又做了一个 更细的一个解释 六十讲 六十七章讲到三宝章 三宝都很重要 词简 不敢与人争 但是最重要的在于什么 在于词字 所以在这边的不争章 就谈到了用兵作战 你在作战的时候 如果背离了词道 你的下场是很悲哀的 刚刚讲秦赵的长庭之战 把那二十万的降将都杀掉了 是白起 可是当白起 把赵国给灭的时候 秦王就芒刺在辈了 容他之下 起容别人憨睡啊 就找了一个名相 把白起的官职给拔掉了 利用完了就把它拔掉了 拔掉做灵民百姓 还唯恐他 因为秦国的大圣 来自于白起的付出嘛 所以名扬四海 又唯恐他 有机会沉沉欲动 最后就把他刺死了 戏剧节目就演嘛 当我屠杀了那么多的人 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 这个不幸的事情会轮到我的身上 那如果你都已经预知 结果如此了 你为什么还要做一个错误的行为呢 那个就是一念之差 我斩草不除根 我春风吹又生啊 我花了这么多力量把你打败了 我把你这些男人都送回去了 你养精蓄烈 室内以后再来攻打我的国家 我还要费一番周章啊 我就干脆把你们都杀光就好 史上记载留了两百四十多个 同兵 因为为了打长平之战 三年的时间 所有国内能够动用的兵力 都动光了 就把那个小娃都派上去了 他懂什么 所以善为是者不善战者不怒 不不怒就是一个词的一个展现 作战嘛 你看我们现在不是有吗 国庆日啊 每个国家一样啊 就彰显自己的军备啊 你今天有大炮对不对 我就有飞机啊 你有路上有空上的 我就有海底的啊 都在展现自己的军备 不就是有没有 他不会把自己的墙藏在里面 他都摆在外面去恫吓敌人 其实这就犯了作战的大忌 可是人只顾着眼前的光鲜亮丽 他就看不到危机四伏 现在的世界各国强国在竞争军备 就是因为我不甘若人厚 所以一个国家的很多的开销 都用在军备的上面 所以适是指降帅 也可以讲普遍讲就是 披甲上战的军人啊 也未必一定是领导者 这个道理就是放诸四海接着 从上位到一般的人 都能够适用这些 你不要常常耀武扬威 你要武扬威 你就会有赶尽杀绝的那种心态 斩草要除分啊 那真的懂得作战的人 不怒 不悟不怒不争 其实都是以此用兵 别人讲两句话 我们就怒气大作 一有怒气处理事情 就不公平也不公正 只想把那股怨气给吐出来 你就做不到三思而后行啊 那在两军对战的时候 你就完完全全 只想放射卡去赢得这场战争 最后的胜利 赢了 洋洋得意 输了 心有不甘 等待以后再卷土重来 这个都叫做没有持用兵 没有持用兵 你在作战 所有的物资兵力 不都是来自于民间吗 是皇帝自己亲身作战吗 有几位皇帝 披甲上阵的 那都是死别人不死我吗 对不对 别人的国 这个家破人亡没有感觉 自己的孩子死了有没有 就心痛无脚 所以我们在回想 我们讲的 第三十章里面讲一句话 他说善者果而已 不敢以取强 什么意思 他说一个真的善于作战的人 他永远处于被动的状态 别人不攻我 我不主动攻打别人 为什么 不要因为轻易的去开启战事 让老百姓 在这个战果的名脉之下 失掉了他的家庭 失掉了他的财富 他考量的是百姓啊 所以别人不来侵犯我们 我们不主动的发兵作战 那别人侵犯我们 果而是什么 达到防御敌人侵犯 保国为民的目的就好了 你不要趁身作急 一股作气 赶尽杀绝 这个叫做不敢以取强 三十章的道德经 就已经提到这句话 所以我们进入到夏天 都在回复前面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现在 军事的一个所谓的展现 战备的展现 或者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那种血气之勇 那都是圣人的一个大忌讳 立身处事的大忌讳 战场尚且不能够凭血气之勇 那你自己一个人修身啊 你当然也不能用这些啊 所以善圣敌者不语 不语是什么 不要不断的跟别人争 你今天穿的是什么 穿的是三千块钱的一件衣服 明天我就穿一个三万 你穿三万我就要穿三十万 那比到最后谁倒霉 那个家里的那个 那个要赚钱的人就很辛苦了 跟人家比较豪华嘛 你是什么车子 我什么车子 你住什么地方 我住什么地方 一直用外在的名相的东西 来衬托自己的身份地位 所以这个与善圣敌者不语 你不要处处要会跟人家去拼个 我强 你弱 我优 你败 那么你就不会把自己的优点 完完全全曝露给别人知道 那你反而就能够有取胜的机会啊 我们修得也是这样子 修到哪里别人不知道 做了多少别人不明白 没关系啊 天知地知 你自己知就好了 别人知道又有什么好处呢 锋芒外露 说不定还会招来别人的嫉妒心啊 这些都是圣人教我们的历生主事之道 善用人者为之下 善用人 你想要别人为我们卖命 国君的领导者 希望得到明星的一个归相 一个拥戴 前提是你上位者 要能够为之下 就是要有谦卑啊 前面江海章不是讲吗 江海所以为白骨王 以其善下之啊 他能够有谦虚有理 所以那一次我们上课 我不是开个玩笑吗 我们廖姐讲 他现在有没有 对我们成兄啊 是非常的一个谦卑低相 过去是成兄们不吭声啊 不敢回语啊 因为这一吭声有没有 后面有一大长串的 家庭的规矩要去教导 他现在有没有 对方就讲啊 你就知道 嗯好好知道知道我改 那廖姐就跟后学讲 我说还不够 我就问我们成兄 我说当你进门的时候 他有没有跪在那边 然后把鞋子拿给你啊 他说没有 我不可以做这个动作 我会吓死 如果这样做 我岂不是这一辈子都要做牛做吗 什么意思 柔胜刚嘛 如果你每天看到他 你回来这么早干嘛 有机会多赚一点 加班费 你跑回来做什么 你就是这样子 你就是这样子不情欲赚钱 有没有 我才这样子捉近见处啊 他有一天 他能赚 他钱也不回来 所以你才知道 从小自个人修身 博得人际关系的和谐 大道用人之道 都是在于谦卑低下 但是不要讲 这是斗心机哦 这是你的修养的一个展现 所以善用忍者要为之下 你就不会看到 人家比我们强 没有嫉妒心 想要阻碍别人的晋升 你就不会因为自己的高傲 结果让众叛清理 没有人乐于为我们 他请问 你要怎么样在办事的时候 得到别人的资助 所以是为不争之德 是为用人之力 前面那几句话 都是告诉我们 真的一个有道的明君 他笑天法地 用道来治理国阵 他处处不敢于百姓争力 处处考量百姓的一个福祉 那么你就能够用人之力 就是借助民心的归向 让你这个国错 能够绵延不绝的延续下去 当别人要侵犯 你要推翻我们的国家 老百姓会站出来 可是如果有一天 施政暴虐无道 像商座王 武王要去攻打他的时候 商朝的那些的百姓 哎呀拍拍手欢迎欢迎 我们竭尽所能的攻击你 把我们的皇帝给推翻 那就是重叛清理 失道则寡住嘛 所以用人之力 就是我们懂得天道 天道是而不受 但是万物蒙生其恩 蒙受其恩 他不与人真 圣人取法天地之道 他也不与您真理 他就合于天心 合于天心 就合于百姓的一个取向 谁不喜欢住在一个 赋税很轻 劳役很少 然后社会治安良好的地方 大家都喜欢啊 天下之人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嘛 那前提是 你上位者要懂得 领导治国的方针 那就是以德去服人 这个叫做 你的德性佩天 玄德嘛 佩天了 古之极 什么意思 从古时候到现在 唯一的真理 唯一不变的事实就是 德能胜人 胜一切 所以才讲 忍者无敌嘛 那我们今天 要做一个 菩萨道的修行者 现在在人世间 要处处与人结善缘 不是更需要注意到 谦虚的美德 所带来的益处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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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